113年台北市秋季全国田径公开赛 于9月19日展开围棋5天的比赛 赛程第二天的公开1万公尺决赛 女子组由吴婉晋以40分07秒81拿下第一名 男子组则是由周鸿宇以32分21秒33拿下冠军 赛后周鸿宇表示 许久未参赛的他将这次比赛作为一场训练测试 由于天气较为闷热 因此比赛过程中需不断调整速度维持状态 最后他也率先发动冲刺攻势 顺利夺下冠军 今天就是想说以体验比赛的状况去来做这场的测试 中间的时候他们掉了 我想说我就自己拉出去 就好像有点拉太快 然后就放了一点点维持那个配速几圈之后 发现天气有点太闷热 所以我就自己自行降速等后面集团上来之后 就大家集体的轮流跑这样会比较 对今天的天气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而在公开女子3000公尺障碍决赛 台北市立大学徐以杰在庞陀大雨中跑出10分30秒.72的成绩 并且还打破了陈昭俊在2019年所创下的全国纪录 赛后徐以杰特别感谢教练团的信任与支持 今天一开始老师是希望我平安玩赛就好 因为毕竟雨很大 然后我穿的钉鞋又是五钉的那种钉鞋 所以跑起来会怕会滑 谢谢黄文成老师啊 然后还有翁老师 然后还有家豪教练 然后还有大陆人教练 就是他们都很信任我 然后也才会有这个成绩 赛程第四天的公开3000障碍决赛 林哲伟以9分14秒.16拿下男子组冠军 他表示本场比赛原先设定目标为破大会记录 虽然因为豪大雨势有稍微影响表现 但他依然保持配速稳定发挥练习成果 也顺利拿下冠军 今天设定的目标就是要跑到八分台 然后破大会记录 雨下得有点大 好像太大了 今天跑起来是有比较好一点 至少是整个均速在跑 紧接而来的10月份 还有全国田径锦标赛即将到来 期待选手们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孙内台北报导